好来看到这样的状况 这是台中花博后里森林 园区的发现馆 现在难道成了围楼吗 最下午五点多 有骑士骑车行径 结果外墙的木片 突然被大风给吹落 差点就砸伤骑士了 三文单位货报之后 赶紧到场来处理 但事实上从花博结束到现在 发现馆迟迟都没有拆除 如今又发生差点砸伤意外 让附近民众都直呼 根本不敢靠近 女骑士经过大山路 突然刮起一阵大风 发现馆外墙木片被扫落 砸凹反射性和机车 骑士险些被砸伤 大约在五点十几分的时候 就有一阵阵风较大的时候 就刚好把它吹下来 当然很危险 因为其实当下的车流量 还是蛮大的 当时后离区平均风力是三级 最强来到六级 再加上这里地处比较空旷 风力增强 强到把整个木片都吹落下来 大大小小的木板 断的断 裂的裂 整堆叠在水沟里面 施工人员抢收 先把遥遥遇坠的木板拆除 再把钉在木板里的铁钉拔出来 围墙外也架起交通追警示 但是从花博结束后 花博森林园区的八线管 却迟迟没拆除 疑似属于管理维护 附近民众经过都不敢逗留 就怕哪天被砸伤的是自己 发现管和探索管 都不敢靠太近 花博之后 可能还有一些人在那边 后来就都没有了 想说到底是要拆还是要留 干嘛都不知道 发现管它当时是一个临时的厂管 也就是花博完以后 要做拆除再利用 那目前的整个一个拆除标 月底之前就可以来完成发包 发现管和探索管不是永久厂管 师傅表示九月底会发包厂商 预计十月底拆除完毕 只不过到完工这段时间 难保强风出现 再次刮落木板 相关工程安全 师傅相关单位得要盯紧 否则民众想安全回家的路 短时间内恐怕还得再提心吊胆 记者张艺志潘兴怡台中报道